这是中国人更是我们云南人应该看的一场画展 历史那么悠久 并且技法那么多 材料运用那么广 东方韵味的古老画种 它是千年不褪色的 它的根在中国 原料最贵的 顶尖的贵族画种 学美术学画画都叫花钱如流水 学了言才叫花钱如瀑布 就是由这些珍贵宝石磨成的 所以说颜采画好贵 这个画种原来这么有美丽 它是中国的 这次做展览也希望大家 能够慢慢去了解 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多奢侈品 对吧 你画这个画作急不来 它必须平放 必须一笔一笔地去完成它的时候 针对这个世界浮躁的我们 这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用不同的工艺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中国不止只有墨 不止只有绢 不止只有纸 还有很多材料是 我们可以去运用的 做在自己的艺术方向里面 它每一束光打在上面 你走一个位置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这张苏州之夜 其实蛮打动我的 宁静 漆黑深沉 同时又闪闪发光 它需要被年轻更好的去传承 这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如果走了 我们再不好好的传承的话 他就没了 没有人去承接了这些工艺 成银来养化做的 五年前去 担机把房子卖了 去赶去投厂子 我都没告诉我父母 那个时候中国没有 颜采的专用纸张 之前所有人都要去进口 就八九百一张 现在我做出的云川 才一百多一张 我这位子就是想 做好颜采给大家做好后勤就可以了 味噌